報告 剛才提到跟社會局有關的兩個議題 大概一個是有關 就是這個地方將來整個設施跟居民之間的融合的問題 另外一項是博德公司有特別提到契約的問題 這個部分社會局做兩點報告 第一點整個社會福利設施 基本上過去從房子跟福德平宅 它基本上其實就是居住的問題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在整個社會福利的設施 是儘可能不要再去做隔離 而是希望說儘可能融合 所以現在在全台北市的所有的公營住宅 基本上都是走向融合 讓各式不同的社會階層 它都有機會能夠住在一起 那所以除了房子這邊 我們把原來的這種隔離式的這種處理方式 把它變成融合的方式之外 那麼在安康平宅的改建成為公營輸出住宅 以及後續正在規劃中的南港國宅 南港公營輸出住宅的那個改建 我們也是社會福利也是放進去那裡 那目標就是儘可能的融合 所以呢在這裡的各項服務措施 那麼社會福利設施是除了一部分是服務社會福利的部分的在這裡居住的人 或是需要社會福利設施要用的人 那另外一部分其實是在服務我們當地的社區居民 所以呢這裡的設施其實是儘可能的要讓當地居民也都可以享用 那居住在這裡的社會福利的使用者也都可以使用 基本上是這樣的設施 所以這裡的圖書館、商業設施 或是將來的健康活力區等等這些設施 其實都是跟市民共享、跟社區的居民共享的 做以上的這個補充 第二呢是有關上一個BOT案的問題呢 那上一次的委員會社會局也報告過 那麼也就是這個博德公司 這個在因為它沒辦法依照合約 取在簽約之後 98年6月15號簽約之後 兩年之內取得建築執照 而到了民國 到了100年的6月 從現在提出來希望再展延兩年 那市府呢在評估整個開發能力之後 那麼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延宕 所以呢我們在8月23號通知公司呢 終止契約 那麼終止契約之後呢 當然雙方有那個不合議的這個地方 所以呢我們在101年提交付仲裁 在102年呢做成仲裁判斷 仲裁判斷之後呢已經完成那個市府勝訴 然後呢博德公司並沒有再提出 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那麼所以呢我們在同時市府也已經在3月間完成地上權的圖效 所以這些呢在整個實體的部分已經全部完成 這個部分 然後在6月15號我們取回土地 所以在整個這個 實質面 權力面 現在事實上是已經全部定案 那現在還有一點點小爭議的事情 其實都是程序面的問題在做一些爭議 包括那個當時做成行政相關的單位 做成行政處分的時候的那個函 或是做成行政處分的時候的那個 決定的層次 有一點意見 所以現在在做這些最後的這些議題的處理 那基本上已經是完全不影響到這個快土地的繼續開發 以上的報告 謝謝 謝謝